哎呀 看我这脚 不知道为啥脚了哪个鸡啊 这里一个 然后这里又一个 有一个是刚好在脚底的 前几天刚去上了药 然后等会 要去拿掉了 把那个鸡也给弄出来 上次已经弄过一次了 现在还没弄好 还要再弄一次 因为上次是在南宁那里弄的 这个鸡也 所以等会呢 还要去一趟南宁 把这个药取来 然后把那个鸡也给它弄出来 最近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 都是要这样踩着的 不敢踩到底去 要上南宁了 上南宁之前 要先到结账 拿个快递 然后再上南宁 走吧 现在先上街 到街上了现在 这个摩托车就放在这里了 然后刚刚去买个快递 就这个 给你们看看什么东西啊 对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 看着这个快递 画的还挺好的 像不像吃的 也不是吃的 看来 是我的 钱包 然后是这个 然后这个是证件包 就 里面都是我的证件 驾驶证啊 然后轻车证啊 然后轻车证啊什么的 全部都在里面 这个是钱包 这个 这些东西 为什么会 有快递 寄回来给我呢 因为我上次去南宁的时候 我租了一个共享计车 就开那种共享计车嘛 拿我这个钱包 跟这个 旧件包 就放在那个 车上面了 忘拿了 后面我就回来了嘛 我回来两天了 我都没有发现我的钱包 不见了 后面是被一个非常善灵的一个小姐姐发现了 因为她也去租我之前租那个车嘛 她发现了我那个钱包的时候 给那个共享计车的公司打电话 后面那个公司的又打电话给我 我才知道 我的钱包不见了 后面我也没空去南宁嘛 就叫她快递过来给我了 哎呀 也算是失而复得吧 虽然这个 你说吃钱嘛 她也不吃什么钱 但是你说不吃钱嘛 去补办的话也很麻烦 所以真的还是 非常感谢那个 上来那个小姐姐啊 把这个东西啊寄回来给我 所以说 好人还是很多的 哈哈哈 好了 现在我就在路边这里 等车 然后等会就上南宁了 上车了 南宁见了 睡了一下起来 到南宁了 还好南宁是终点站的 不然的话 都够站了都不懂 还是那个 司机叫我起床 叫我起来的 最近这个南宁有点冷啊 弄我的鸡眼 看着好巩固的感觉 不玩 痛吗 没事 是痛吗 不痛 烫你不敢说 哈哈哈 会有点痛哦 还可以说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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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面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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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那个鸡眼 那个根 已经弄出来了 好大好大壳 就不给你们看了 刚刚弄的时候 那个医生都不给我看 都怕我受不了